我是属于什么狗 沙皮狗 沙皮狗 怎么说 外貌其丑 行情很高 英俊潇洒的男明星 一直是女观众心目中的焦点 今天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张佩华 各位观众好 大家好 最近听许多人说 你除了拍电影之外 最近在家里面闭门研究人生哲学 你可不可以向观众报告一下 你最近研究的心得 可以 我是由养狗得到的启示 启发你很多人生的观念 是的 我觉得这个人跟狗一样 分为很多种 人和狗一样 分很多类 是的 举例说明 第一种人像狼狗 像狼狗 怎么说 因为它有人的外表 但它却有狼的个性 这种人应该是属于 我好友高凌峰这种 第二种 第二种就像你这个样子 我是属于什么狗 沙皮狗 沙皮狗 怎么说 外貌其丑 行情很高 你是属于哪一类的狗 我想了好几年了 始终想不出来 我觉得你应该是属于贵宾狗 为什么 女人的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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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你同行 在那金色飘动的晚霞中 爱情在滋涨 所有年轻恋人趁着的梦 我们都做过 而今儿端却不曾在想起 你那小雨 就让我抬起头 走向那孤独的旅程 收拾起窗洞的行李 就让我抬起头 分享那漫长的旅程 不回头走遍那天涯 发出芳草 走在五彩缤纷的街道上 我往哪里去 在这茫茫人海里 我曾经迷失过自己 就在所有的期盼 都已经落空的时候 心灵深处却勇气 一波波释然的快乐 就让我抬起头 走向那孤独的旅程 收拾起窗洞的行李 收拾起窗洞的行李 就让我抬起头 分享那漫长的旅程 不回头走遍那天涯 喝出芳草 不回头也不回头 我抬起头走向那孤独的旅程 收拾起创痛的行李 就让我抬起头奔向那漫长的旅程 我回头走遍那天涯和猪蜂草